如果中秋回到来 窗口明明谁有爱 相信真假中能分辨 有几个病人在门口议论 像在说蒋里园长号召国军 要守住徐车地区 准备在淮海一带 光军决以死战什么的 有个病人还说 只要淮河大阀一炸开 共军就没法过来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小娜 去拿一瓶潘尼西林来 去拿 老桑 你现在身体太虚弱 不 抵抗力还很差 一定不能东想西想的 这样会影响你的治疗 康复以后 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去做呢 小杨 隔四十分钟 再给她量一下体温 如果还不退烧 就来找我 嗯 该给她吃药了 嗯 三大哥 我们华医生对你可好呢 不过从来没有见过 他为一个病人这么好过 他呀 可是我们医院出了名的冷美人 我跟柳书记商量决定 现在有一个新的任务 需要你去完成 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 在沙溪 有一个外号叫 混天龙的土匪头子 在那儿呢 带着一百多号的人 在那里活动 一百多号人 从来未听说过 是啊 原来国民党在的时候 还有能力管着事 他们还不敢乱来 现在国民党都自顾不暇了 所以 他们又在那里骚扰百姓 民愤极大 那您的意思是 让我带一些人去消灭他们 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人原来也打过鬼子 后来他们也没有投靠国民党 所以说他们也不是那种 十恶不赦 不可调和的敌人 现在特委决定 要让他们投诚过来 如果争取不过来 就把他们消灭掉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跟他们联系 让他们认清当前的形势 如果他们能站过来呢 就把他们编到游击纵队里 你看怎么样 你放心吧 卓院长 我明白 那好 你一定要记住 首先是争取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动武 这就需要您啊 好好开动脑筋 想想办法去说服他们 如果这个任务你能完成 那你可就立了一大功了 我一定克服困难 保证完成好这次任务 不过我想有个要求 怎么 跟组织讲条件是不是 那倒不是 我想这次任务 能不能带上老王和方小田同志 尤其是方小田同志 他是搞策反的 肯定能给我们 出一些好的点子 这个我不能同意 因为方小田同志 现在还在处分阶段 不能参与工作 至于老王嘛 他还有其他的任务在身 那你就去跟他好好谈谈 看看如果他可以跟你去 就去给你当个助手 好的 卓院长 我明白 对了 卓院长 那我可不可以 去跟方小田同志谈谈 看看他有没有好的建议 你想拜师学业 那我可就管不了了 好 祝你顺利完成任务 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好 方小田同志 你在这儿 看持久站哪 有事啊 有事啊 我觉得你最近情绪不太好 虽然啊 你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 但是我知道 就你哪怕跟像我这样的人 说说话 时间长了 你就不会闷了 这人啊 一不闷 他就不会生病了 我说了对不对 你是你 我是我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 管得着吗 还有 你好不要再送我东西了 你送我的那些东西 我是扔还是不扔 吃还是不吃啊 吃啊 当然得吃啊 不能扔 扔是一种浪费 而且你方小田同志呢 也不是那种浪费的人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反正一句话 你不要再送我东西了 还有 你给我买那些东西 应该也花了不少钱 我早就想把钱还给你了 这钱啊 我不能要 方小田同志 以前我给你那些东西 那都不是我给的 还有组织上给的 所以这个钱 那我收下 以后买更多的吃的给你 你怎么还不走啊 方小田同志 是这样的 周院长呢 交给我一个任务 叫我有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所以我还不能走 周院长 让我收编一股土匪 这土匪领头的叫混天龙 周院长已经批准了 叫我来问问你 说你以前啊 在二十八军当过机药秘书 有关混天龙的情况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混天龙啊 他过去是二十九世的一个小军需官 后来因为贪污退伍了 退伍了以后 在地方组织了一支自己的部队 好像是民国三十三年和日本人打过仗 战争胜了以后 二十八军想收编过他 他没答应 那他为什么没答应 因为他这个人特别贪 挺贪的 那你说你们 对不起啊 那你说这国民党就没治得了他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国民党整天搅供还来不及呢 哪有时间管他们那些乌合之中啊 再说了 给他们个胆子 也没有胆量跟二十八军对抗 对 你说的 有道理 那你看一看 这个如果我们去收编他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 要不 试试分化瓦解吧 怎么分化瓦解 他们大概有个百八十人 其实说白了那些人也是身火所迫 上了那个贼船 我觉得我们收编他们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要分人 你比如说昏天龙这样的 他身上是有血债的 那我知道了 冯旺天同志 你说 像你跟一个 不太喜欢我这样的人在一起说话 是不是情绪上也能好一些啊 冯旺天同志 你手里那本论持久战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凡事坚持一下 努力一下 就一定会成功的 二位辛苦了 请 特意从南京把二位师兄请来 实在是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特殊啊 这个患者脸部三分之一被烧伤 目前烧伤的部位已经没有了炎症 我是想给他做一个整形手术 你们二位看一下 居然有这么大的一块面积都被烧伤了 如果要恢复原来的面貌的话 恐怕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 但是我想尽可能地做得好一些 这样以后出门别人看着 不要太不舒服就行 这下额的部分啊比较好解决 这额脸部的部分啊 这受伤的面积太大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把大腿的皮肤移植过来 这个方法可行 移植啊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烧伤的面积太大了 我们目前啊医疗的水平啊 还达不到这个要求 恐怕移植了以后 会产生啊局部的坏死 这样啊就得不偿失了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那我就只有拜托二位师兄了 休息 这边 来 车 慢点 慢点 来 黄大夫 这种小事您还记住动手 我来得行了 带她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 活动活动关节 时间不宜太久 好 要是每天都能跟三大哥出来散步 就太好了 你别瞎想了 黄大夫呀 跟三大哥的关系不一般 哪里不一般 你没看出来吗 黄大夫呀 对三大哥特别地好 我只知道 要是能嫁给像三大哥这样的男人 一定很幸福 做猛 好的 嗯 均坐 坐 好的好的 好 再见 刚才是国防部来电话 命令我军调防 重新布置二十八军的防线 现在孙颜良兵团 已经由郑州进到柳河 商丘附近 刘志的主要部队 已经收缩至徐邦县两侧 我二十八军 将要调至长江防线 以确保长江一线的屏障 使上海和南京不至于受到威胁 真是一败涂地啊 都快六里后事了 唉 民叔啊 不可有此悲观情绪啊 这叫紧缩拳头 将给敌人以重创 可是皇位兵团 都没能重创共匪 我们能有什么能力 重创他们呢 这徐州已经危在旦夕了 您说这临通城 还能保得住我吗 对下属可不能这么讲啊 老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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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 你找我呀 对呀 有个事啊 我还非得抢 叫你帮帮我 来 坐坐坐 咱们之间也还这么贱呗 再说了 就凭你老桑的能耐 我能帮什么忙啊 老王 这回不行了 这回啊 特委交给我一个任务 好 那个混天龙你知道吗 混天龙 这小偶我太了解他了 他在地方上是一半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现在就是对付国民党 没腾出手了 要不然呢 早就端他的老窝了 你很了解此人 老王 你再跟我详细地说说 那没问题 老桑啊 你先说说 特委让你做什么 是不是让你带人去端他的老窝啊 要是那样的话 我老王第一个报名 我给你当先锋大投掷 老王 你想错了 这回啊 特委是想叫我收编他 请君座放心 君座到哪里 秘书永远跟随左右 但愿长江天险能救大安国啊 既然是调防 我想有些关系 还是提前打力比较好吧 比如说 三四八我知道 已经上报国防部了 只是恢复 香港人的国防部了 别的国防部 你说是谁 要多人来national 抗日的时候啊 那也干了几件 中国人该干的事情 这跟土匪打交道啊 你就没我老王经验多了 是啊 所以说啊 这回还是请你老王同志 多帮忙啊 没说呢 我把手上的事呢 安排一下 然后我就陪你走一趟 王大哥 你坐下 有一个事 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你看啊 最近这方小前同志啊 情绪比较低落 自从他犯了错误以后呢 我就想啊 咱能不能借着这次任务 带着他一起去 给他创造一个 立功表现的机会 老三啊 我是真没看出来呀 你还是个心系的人 比柳书记还细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哪 这想事就是周全 好 这没说的 也不是 我觉得吧 这方小田同志 他是一个好同志 对不对 咱借着这回任务的机会 战友嘛 能拉他一把就拉他一把 对不对 国防部要求你们江北的情报工作 由地上转入地下了 可是现在这个三四八 一直等着南京把他召回予以重任呢 恐怕他不好安抚吧 国防部已经授予他少将军衔 又补了他大小黄鱼 够对得起他了 我看在灵通要留下我们自己的人哪 不是都随您难撤了吗 不 你跟我走 我这里还有两份伟人状 上逢命令二十八军调访之后 潜伏人员组织成立国军灵通游击纵队 任务是以游击战来攻击中共的政权 破坏交通 袭击共军的小股武装和政府工作人员 你看总司令和参谋长的位置 谁合适 在这个时候 恐怕没有人敢担此重任 我看未必 人为财死鸟为失望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 属下这就去办这事 是 你在那一份潜伏计划 人员名单就不要我过目了 直接报到国防部就可以了 是 今天吃得怎么样 挺好的 吃得好 睡得也好 老桑 这就对了 病人就应该听医生的话 才能早日康复 你说对吗 这样 好好吃 天啊 灵人就老公 是 封闭人就老公 疯人就老公 我都没有长家了 那侯你让这儿走 人家 把这儿转家 来 不要 你给人家来 返快照治 赋战 你给人家 男人要先 谁啊 山鱼欲来 蜂满楼啊 好像麻烦都写在 敏处长的脸上了 二十八军 就要撤到长江边界上去了 几百万大军 那么好的美式装备 就这样丢了半壁江山 兵败如山倒啊 有人考虑过我的事情吗 这是保密局的密令 你现在的代号是独剑 你是大才 怎么能就这么隐退呢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死了呢 你还会想起我吗 千万别这么说 深度潜伏是不会有事的 再说了 你现在已经是国防部的少将军县了 算功成名就了 功成名就 你觉得在共产党的部队里 给我一个国民党的军衔 关用吗 蒋伟园长一定还会打回来的 天下一定还会是我们的 北边失守 南边只有长江防线 如果长江防线再守不住 那一切都是大势所趋了 我非常敬佩将军的裁略 我说这心底话 我非常想留下来 和你共创一番大的事业 真的吗 那敏处长就留下来 咱们共同干一番大事业 但是军座命令我和他一起难撤 我军命难为呀 不过军座说了 你现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的话 他可以满足你 条件 我现在兜里如果多出两个铜板 他们都会查我半个月 孤魂野鬼一个 不过一切都是神外之物 如果有幸的话 敏处长可以帮我最后一次忙 说 他们让我收编一股土匪 领头的叫混天龙 他在灵通一带很熟悉 所以我想请你们把他收买了 对我很有利 他们需要什么条件吗 这么简单的事 还用我告诉你敏处长吗 你去跟他们谈谈钱 一切不都就解决了吗 我现在就去办 请 原来是嘉德兄的 咱们可是多年不见了 天龙老弟 我今天是特地登门拜访 好 请 请 请 嘉德兄 如今你可是君主的亲父 今日屈敦来访 那是让我在土地节立了庙 回目守舍呀 哪里 老弟 我们有缘分 成为朋友 是早晚的事 朋友 我看叫缘分都是一点不佳 这几年 你几次把我逼得走投无路 咱们可真是缘分不浅哪 老弟 过去的事情不提了 不打不相识嘛 我今天到你这儿来 就是要结交你这位老朋友 我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什么事说吧 好 既然你提了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君座这次派我来 是想把你的队伍收编为国局 去 这时候骗我呢 有意思 我会你天龙什么时候坐上轿子 逼着吃香起来啦 有什么条件 不妨说出来 兄弟们拼了我这么多年 总不能就此让他们去和西北风 这是国防部发给你的伟人状 你的队伍收编为陵通城区 警备司令部直属独立营 委任你为少校营长 少校不少校都不稀看 这只金子刀子很喜欢 老弟 这只是个见面礼 只要你同意并完成了收编 马上增发十万大洋 每月按国军的待遇 发给军下 怎么样 沈家德 你别蒙我了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 老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混天龙虽然身在江湖 但也劣之天下之势 你们二十八斤主力 已经调放长江 凌通兵力空虚 你是想让我混天龙 为你挡炮灰吧 挡 老弟啊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失主力奉掉长江 这是事实 临通城区兵力空虚 这也是事实 但是 我们收编你的目的 不是让你去送死 相反 是要你们加强 留守部队的实力 老弟 我刚才说的可都是贴心话 没有半句假话 你敢发誓吗 我沈家德刚才说的如有半句假话 就死在共军的乱枪之下 是 还是 只要你可以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就立刻归身过去 说吧 第一 我的队伍不能分散编论其他部队 必须独立 也不能安插其他人 要是招鞭满马 我会自行解决 这是军座早就定下来的 没问题 第二 除了享受国军待遇之外 我的队伍 必须全部换上美式装备 这更没问题 第三 共军百王大军正准备回尸南下 万一国军抵挡不住 要撤离临通 我的兄弟们都是土城土长的 不能随国军撤离这块地盘 你放心 我就是要告诉你 希望你留下来 就是他们真打过来了 别说你不想走 我也不走 留在这儿我们一起干 有美国人给我们撑腰 共产党休想在灵通有立足之地 好 既然你都答应了 我昏天龙今天就正式回首国军了 好 伯弟 你还要帮我演出戏 你不想赢了吗 我来帮你去找我 你帮你帮我演出戏 你帮我演出戏 我来帮你帮你帮我演出戏 鲜花 它象征着生命和活力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是渴了吗 我去给你拿水 来 我跟方小田也说了 他也同意呢 跟咱们一起来 可是柳书记找他有事 他就跟柳书记去了 在哪儿啊 都是干革命工作 无所谓 只要有你老王在就行啊 老苍啊 你是不是对方小田的同志 有点那个 老王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那我对方小田 那 你 你看出来点啥了 我什么都没看出来 我也什么都没说 站住 走 丙尖子 报门坎 总家阁 请兄弟们造粉子 喝吧 我们是来 见你们老大混天聋的 这事我知道 但是临寨的规矩不能破 二位 对不住了 把他们押回去交给兔子 是 是 带走 走 下去吧 幸会 幸会 委屈你们二位了 在下就这混天聋 山带的一点小规矩 梦拉拉 见到你混天聋 可真不容易啊 好说 请坐 请 不知贵君派你们来找我 有何贵干呢 咱们开门见山吧 我们这次来呢 是奉了中共灵通特委的命令 来收编你们的 收编我们 请问 你们凭什么收编我们 混天聋 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想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你们在这一带 已经盘踞了很多年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 不管谁来接手 灵通的这个地方 都容不下你们 你就想在这个地方 一直这么混下去 你觉得有出息吗 有前途吗 难道 你就想这么一辈子 当一个山贼野鬼 听这位兄弟说话 注意点分寸 请问你 大郎家子别介意啊 忠言逆耳苦口良药 话操理不操 我跟你说一下 目前的形势 国民党是兔子尾巴 尝不了了 江北很快就成为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天下 我希望你能尽早地 明白这一点 俗话说得好 使实务者为俊杰 这边连国民党 容不得我们 几次想消灭我们 可我们还是照样 活得好好的 照样大碗喝酒 大快吃我们 打成分金 到时你们共产党来了 又能把我怎么样 我们共产党 不会把你怎么样 我们今天来 是带着程毅来 如果你依然想过这种 无依无靠的日子 我们不勉强你 但是我把丑话说前面 你们依然要伤害百姓 为非作歹 我们人民解放军 一定要消灭你们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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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老师 上级指出我们 要想尽办法 搞到001号大坝的图纸 谈何容易 那上级的任务总要完成啊 我们在00号大坝上 已经吃了不少亏了 怎么执行啊 是啊 当初 如果韩正勋的起义成功了 这个问题就好办多了 老周 你看 是不是把小田找来 和他谈谈呢 我说老柳啊 你也在跟我玩心眼啊 原来你的用意在这儿 你是不是想再用小田哪 犯了错误 还要给他改正和立功的机会 再说他还年轻啊 总体说来 方小田同志 还是个好同志嘛 我不反对 田儿 进来吧 是 听听了吧 周县长夸你是好同志啊 好啊 原来 你们俩都串通仪器 给我挖坑让我跳 谢谢领导 给我立功的机会 那好吧 既然你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来 坐这儿 谈谈 你们要怎么干啊 周县长 有个零零一号大坝的图纸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既然有办法上山 我们就有办法下山 你信不信 你在这一带 也算作一个赫赫有名的好汉 你就是这样招待客人呢 嫁去 都他妈的 滚出去 走 那么说说看 让我跟着你被共产党干 有什么好处 我们人民解放军 是穷人的队伍 老百姓的队伍 你要是想捞好处 你就是找错人了 要是这么说的话 当年我早就投门军八路军了 人未才死 鸟未实我 一点油水都没有 想让我跟着你干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啊 我告诉你 在共产党天下 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日子 况且你身上还有老百姓的血债 我今天来不是代表我个人 而是代表组织 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如果你不要这个机会 过了这个村 以后的事就难说了 不用了 你应该是有个人 你说你应该是有个人 跟我们合作的态度 我应该是有没有 接受这种 我应该是有个人 你应该是有不是有瘾的 怎么合作 两点 要么放下枪 安分守己 回家务农 要么扛起枪 保家卫国 加入我们的队伍 好 我的兄弟们 有愿意归顺你们共产党的 我不拦着 说个日子 任何枪你们带走 可是有不愿意归顺你们解放军的 应该怎么处置 我好和我的兄弟们有个交代 只要肯放下枪 安分守己 回家务农 我们就欢迎 不知大当家的有何打算 兄弟我自在惯了 要是你们共产党不及前嫌 兄弟我也愿意放下枪 回家农田 痛快 那我就把大当家的意思 转达给我们的领导 咱们约一下 下次见面的时间如何 再跟我一些时间 让我把事情处理一下 过些时候 我的人会和你们联络的 那好吧 灵通城现在已经是空城了 国民党守不住了 马上就要解放了 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 你今后怎么打算啊 我们这些小角色 能有什么打算呢 那些当官的家属 都走得走 飞得飞 都躲到上海南京去了 二十八军主力部队 也已经转移到长江防线 竟被司令部 及时已经成了一个空壳 大家都弄得人心惶惶的 数到胡孙散 不然我们这些没权没势的人 就更没着落了 现在刘志的主力 驻扎在徐凤县两侧 那是个老狐狸 等解放军的主力到了徐州 你们二十八军的死活 他才不会管呢 那时候 你们就会父辈受敌 想跑得来不及 所以佩姨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你到底怎么想啊 你越说我就越没主张了 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我倒是可以给你个建议 什么建议 到我们这儿来 别跟着那个腐朽的 旧世界堕落了 到美丽的新世界来 我能做什么呀 你们会要我这种 什么本事都没有的人吗 你别那么小瞧自己啊 你有技术又懂密码 这就比我强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心里乱极了 其实佩姨 你离友谊的新生活 只差一小步 你只要迈出这一步 一切都会焕然一新的 小田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我的情话和你不一样 我在国民党军队干了这么多年 现在国民党不行了 我就投诚到共产党去 我两手空空的 谁相信我呀 不过眼前倒是有个事 如果你能办到 算是立了个大功 什么事 我记得我当记要秘书的时候 日本军事顾问高仓一米 跟他借过001号大坝的图纸 这么说 只要拿到图纸 不仅立了大功 而且还是做善事呢 一个人看日落 天地忽然暗宁 昨日起入朝永期 我记得我都不在乎 听泪水 燃烧 成危机 我时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那里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 珍惜 看过太多风景 我不会太在意 风雨袭来时不躲避 路再远依旧向前行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当你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当你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